前台北市长因贪污接受调查后获释 英国路透社报道 柯文哲被释放 强调清白 检方将提出抗告 美国彭博社则指出 柯文哲涉嫌房地产开发贪污案 一系列指控 削弱柯文哲和民众党的支持率 可能威胁政治前途 南韩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 Newsets通讯社就提到 柯文哲被捕 引发政治报复争议 韩国中央新闻则指出 尽管柯文哲被释放 但诚信形象已经受损 政治地位下降 台湾政治有可能会回归 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大党 另外日本NTV和日本共通社也都报道 65岁的柯文哲是台湾政坛 第三势力民众党的党魁 涉嫌贪腐被逮捕 不过台北地院认为 检察官举证无法认定柯文哲 犯罪嫌疑重大 裁定无保请回 柯文哲作为台湾第三大党领军人物 如今卷入弊案 不仅震惊全台 国际媒体也都在持续关注 TVBS新闻萧明镇 蔡一杰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Zither Harp